中台山陀儿 持续的往台湾方向靠近当中 气象鼠表示 山陀儿的路径 比原本的预报 还要再更贴近花冬 整个暴风圈 将会在礼拜二 礼拜三笼中全台 东半部以及北部山区 明天可能就会出现 好雨的等级 各地的降雨 也会明显的增加 最新的台风预报 我们来听听 气象鼠的最新说明 随着西北太平洋上 第18号台风 山陀儿它的暴风圈 逐渐扩大 目前它的暴风圈 已经逐渐进入巴士海峡 而如果台风未来的强度 预测的移动的方向 和速度 跟我们预估的一样的话 我们将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 山陀儿台风下午2点的位置 已经来到 俄网比东南方 大概430公里的海面上 因为它未来的移动速度 并不快 所以目前我们仍只针对 巴士海峡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 但随着它的靠近 海上警报区域就会越来越多 至于未来的路径如何 我们从路径前世预报来看 前世预报上显示 从今天一直到明天 台风依旧以偏西北溪的方向 然后不太快 大约每小时9到10公里的速度移动 一旦移动到南边海域 我们预估在星期二 也就是1号早上的时候 开始有机会向北转 我们纵整所有台风预报指引 这是我们认为最可能走的路径 官方路径 预估1号早上逐渐开始有向北转 然后之后会以比较贴近 花东沿海甚至近海 这样的路径逐渐向北北东的方向移动 所以可以看到它在明天接近 星期二 星期三 依旧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而且台风的暴风圈 随着台风在接近 暴风圈还是会扩大 强度也会再增强 所以请大家千万要小心 这台风直将要影响我们了 这样子来的台风 当然首当其冲影响的地区 还是东半部地区 但是海面上则是台风还没有来的时候 就开始会有风浪以及长浪的现象 我们预估就以今天晚上到 明天的浪波浪的浪高预测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开始除了北部海面以外 其他各海面都在两公尺两米以上的浪高 其中在巴士海峡东侧 以及我们东南部海域的浪高 会到三米以上 蓝雨绿岛附近会有四米以上的浪高 而到明天甚至到明天晚上的时候 整个浪高墙的 譬如像我们可以看到三米的浪高 你看两米的浪高已经整个都扩展 影响到我们周围的海域 三米的浪高也在向北扩展 而且到明天早上到晚上这段时间 绿岛蓝雨的浪高可以到达五到六米左右 而且我们也预估今天晚上开始 在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蓝雨 以及恒川半岛开始会有长浪的现象 而且明天开始随着台风更为的 虽然是移动速度不快 但长浪的状况连南部海面 甚至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 都可能会有长浪的情形 至于在海面上的风力状况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黄色的区域 黄色的区域是七级风的区域 通常海面上的船只在这种风级之下 就不太适合出海因为是蛮危险的 这是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 星期一晚上 海峡以及东南部海面都已经是七级风的风力的范围 这是今天晚上 至于到明天 七级风风力范围区域会扩大 另外 橙色的八级风风力 也逐渐地往我们东南部的海面靠近 当然 这时候台风还都在我们的巴士海峡 所以随着台风再靠近 海面上风力会明显增强 同样的陆地上也有强阵风 绿岛南域现在已经有十级的强阵风 在沿海地区也有一些八级左右的强阵风 气象署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大家 在绿岛南域会有十级所有的强阵风 然后桃竹的沿海 横川的沿海 也会有八到九级 甚至澎湖和马祖都有八到九级强阵风 而这随着台风靠近 强阵风状况就会更显著 另外在天气方面 刚刚我们有提到 东半部首当其冲会影响 今天外面的云系已经逐渐一波波一进 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这些会下雨的区域 就是已经在下雨的区域 雨还会继续在下 今天的降雨 我们有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大台北的山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东半部地区和横川半岛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至于明天的台风 会不会环流靠近的过程中 我刚刚提的这些地方 它还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而明天有些雨婴会穿越山脉 所以在桃源以北的地区 还有南部有些地方 甚至西半部有些山区 还会开始顿顿须须须下雨 好 台风最靠近的星期二 星期三两天 我们可以看到降雨的预估状况 所以它靠近整个地区 像中南部虽然平地 它的雨是比较少的 但其他各地区 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 尤其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恒川半岛 以及中部山区 可能还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在其中 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 会出现豪雨上等级的降雨 至于星期四 台风虽然慢慢离开 但是在上半天 它的外温环流依旧影响我们 那当然它到时候 主要降雨区域 在西北部 也就是北部这些地方 会是主要的降雨区 雨量状况则会是 台风到时候 它的雨 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北方开始有些东北风 带来一些凉的空气 所以北部 东北部和马祖的 温度会稍微下降 北部东北部高温 大约在26度左右 马祖大约25度左右 在低温部分预估 在中部以北东北部 还有马祖大约是 20度到21度左右的低温 然后隔天的清晨 其他各地的低温 会变得比较凉一些些 最后还是要提醒 虽然大家刚刚都看到 我们官方预报的路径 以及所述出来的风和雨的预报 但是一样提醒 在台风逐渐往巴士海峡 我们南边海域靠近的过程中 星期二到星期三 星期二我们开始认为 逐渐的向北转 那现在所看到的 所有预报参考之一 在星期二到星期三 这段时间 有些路径真的是向北转 但是以有些资料显示 它在星期二 事实上并没有向北转的迹象 它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靠近 要到比较晚的时间 才会向北转 那么比较晚的时间向北转 就会显示 海台风暴风圈 影响到南部的时间 甚至几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一旦 如果我们看整个大气变化 以及台风实际的运动 如果所预估的路径 会比我们现在预报 还在网路地靠的话 南部地区 它的影响 会比我们目前预估的 还在更为的明显 就会提醒大家 台风要来咯 台风来之前 海面上的风浪 野海的长浪 以及野海的强阵风 请大家从事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过去几天 在第二带影响之下 其实好一段时间 山区的雨量都已经很丰沛了 那么这个雨还会在持续之下 提醒大家前往山区 西谷 甚至行津 花冬的比较脆弱的路段 都要特别的留意小心 然后气象鼠 会随时注意台风的变化 一旦有新的变化 我们就会马上做出 新的预报调整 提醒大家留意 所以未来几天 请大家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也随时留意 我们发布的最新台风的资料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资料